1月3日上午,海军野战化分会场 身在分会场的海军陆战队官兵与井冈山舰 接连展开实战背景下装载当陆兵、紧急离码头等科目演练 当代海军公众号发布的组图里 出现了完成改装的051B型驱逐舰167深圳舰 在海军野战化分会场的海军陆战队官兵与井冈山舰 接连展开实战背景下 装载当陆兵、紧急离码头等科目演练 一时间,静停起锚,战鹰升空 海天之间装甲轰银,铁流滚滚 美国侦察勇士网站刊发哈罗德哈奇森的文章 美中两栖战称 随着南中国海局势日趋紧张 美中两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与日俱增 冲突很可能采取海空战的形式 但美国同样有必要准备应对一种自朝鲜战争以来难得一见的战争形式 两栖作战 在这一领域,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作战部队 美国海军陆战队 为满足这方面需求 中国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队 两国海军陆战队的共同点是 都旨在通过海上部署的方式推动陆上作战 据美国全球安全网站报道 中国海军陆战队由部署在南中国海地区的两个旅组成 现役规模为1.2万元 如果召集预备一人员 总人数达到2.8万元 这一规模恐怕小于驻扎在日本冲城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任征军 一支标准的远征军拥有5万多名官兵 拥有一个师的兵力和一支航空连队 中国海军陆战队配备了各种装甲车辆 尤其是63A时水陆两用坦克 中国海军陆战队是由陆海空精锐力量编程的合成部队 它是一支全球到达 全力作战 全能使用的战略性军种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独立登陆作战或配合陆军进行登陆 从而夺取并巩固登陆点与登陆地段 以便保障后续部队登陆 由于是在环境恶劣的海滩上作战 艰巨和危险可想而知 这就要求中国海军陆战队的每个队员 必须具备过硬的战术技能和坚强的意志 严苛而残酷的训练让中国海军陆战队的每个队员 成为了陆地猛虎 海上加龙和空中穷英 中国海军陆战队作为一支呆负特殊使命的部队 他们的目光正盯着未来战场 瞄准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而苦练 中国海军陆战队训练中遭遇化学武器袭击 队员们迅速地戴上防毒面具向敌人发起攻击 中国海军陆战队的两栖突击车快速突击 占领有力的阵位 依托有力地形掩护队员进攻 中国海军陆战队员迅速地从两栖突击车内登出 准备突击抢摊上榴 控制摊头阵地 在两栖突击车的掩护下 中国海军陆战队员建立摊头阵地 为后续部队的登陆创造条件 随着新型装备如直升机 两栖登陆艇 补给舰 气垫船等的配备 中国海军陆战队将在海陆空 天 电 多维空间展开作战 一出手将让敌人魂飞破散 中国海军陆战队加强城市作战演练 让对手超紧张 因为随着局势的变化 只有这样 中国海军陆战队才能不断完善 自己打赢各种战场作战任务的能力 美联社铸台记者温逸德近日称 中国大陆将在2018年会武统台湾 台湾深绿媒体就此刊文叫嚣 解放军当前除了火箭军具备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外 两栖部队的运载两仍需加强 2018年完成对台用兵部署 有点威严耸听 蔡英文当局执政后 武统声浪不断 而这些声音在此前国民党执政期间完全没有 前美联社铸台记者近日已枪口下的台湾 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的警告 放言称中国大陆将在2018年会武统台湾 他还称 武统条件以日渐趋降完善 预估2018年下半年可部署完成 台湾深绿媒体近日刊文叫嚣 解放军当前除了火箭军具备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外 两栖部队的运载两仍需加强 2018年完成对台用兵部署 有点威严耸听 报道还声称 拉高解放军攻台的难度 这是台湾的当务之急 前美联社铸台记者表示 外界普遍对大陆的认知是 可能还需约三到四年左右才能有足够 纯熟的军事力量来武统台湾 但他表示 即便大陆在2020年才能拥有两栖部队 但看看现在的台湾 超短的四个月兵役 和只有号称200万的精力 文中还指出 大陆甚至不用担心台湾打陆地游击战来反击 因为台湾根本没有能力组织这样的攻击行动 那么中国大陆的两栖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呢 香港亚洲池宝网站日前刊登 美专家格兰特纽社母的分析 对比了中日两国两栖作战能力 称尽管近年来日本大力提升两栖作战军力 但在力量规模 实战训练 装备发展 运用理念等方面仍然赶不上中国 文章称 两栖作战严重依赖海陆协同 但在作战训练上 日本海上自卫队任务太多 水手太少 与陆上自卫队缺乏协同经验 自卫队还缺乏相应场地和足够资金 新创建的水陆机动团未来 一次性最多只能投送600名士兵当陆作战 更适合进行海外援助 救灾和联合军援等低烈度军事行动 而中国两栖作战部队经常在东海、南海开展士兵火力演习 与俄罗斯也频繁展开海上演习 未来五年内 中国的水陆两栖机动部队 足以同美国两栖攻击群、远章打击群相媲美 这标志着亚太地区的两栖登陆作战将不再是美军的独门绝技 此外 王章还对比了两栖装备数量和性能的差距 称中国军方非常了解两栖作战力量的潜在价值 更强调能力体系化、任务多样化 针对无口逆题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曾表示 我们及时已经多次做了明确的阐述 我们将继续贯彻执行中央对台大政方针 将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 以最大的诚意去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是我们也绝不允许台独势力 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就等主席发话 这支部队将第一个冲上台湾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